MIRNN疗法不只是针对病毒 也能够用于目前无药可医的罕见疾病 包括于癌症 激转就在于透过胶导细胞制造出一种蛋白质 能够诱发人体对于疾病的免疫反应 现在还有辉瑞 辉瑞药厂也计划要与德国生技公司BNT合作 研发相关对于带状泡疹病毒 以及相关传染病的疫苗